财政部10月初公布的9月进出口贸易统计 出乎意料的差 9月出口总额375.3亿美金 不但比去年同期大减了5.3% 更比8月的出口总额403.4亿美元 减少了28亿美元 减幅达到了7% 9月出口年月双减 是今年首见 出口总额也降到了今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 纵观9月出口大象 几乎全面的年比衰退 只有最大的出口大象 电子零组件还能维持正成长 其中主要的关键在于台积电 9月营收还守得住 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6.4% 不过仔细看台积电9月营收月比衰退4.5% 如果用美元计算营收 台积电营收增长的力道就更有疑虑了 台积电的海外营收 占台湾总出口的金额超过一成 如果连台积电营收都守不住 那么台湾的出口未来的压力 不就更大了吧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台积电在10月初 在财政部发布金出口贸易统计的 同一天发布了9月营收 9月合并营收是新台币 2082亿4800万元 这相较去年大增了36.4% 今年前9个月台积电的营收将近1.64兆 这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2.6% 营收发布的同一天台积电股价却是大跌了13块 看起来股价卖压依然沉重 同样压力沉重 还有财政部统计的出口贸易总额 9月呈现了年月双减的情况 似乎预告了出口的龙井正在正式告终 台湾这十多年来出口全面向科技产品倾斜 9月电子零组件出口总额169.86亿美元 占了全月出口375.3亿美元的45.3% 这个占比比今年1到9月电子零组件出口总额占 整体出口比重的41.3%还要更高 这个原因就在于 9月除了电子零组件这一个出口大象之外 其余的出口大象几乎是全面衰退 换句话说 如果连电子零组件业也撑不住了 那么出口衰退的情况就会更严重 我再进一步来分析 电子零组件业出口的90%就是机体电路产品 那就在9月的出口来看 半导体在全面出口衰退之下 还算挺得住了 这其中当然关键就在于台积电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还可以明显增长 因为台积电的海外营收就占了整个电子零组件产业的30% 我以去年为例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 2021年机体电路出口总额是1555亿美金 这创下历史新高 占整个出口的总值是34.8% 台积电2021年营收568亿美元 海外营收占比是87% 大约是494亿美元 算下来占整个电子零组件出口总额的31.7% 等于说占了去年整个出口总额的11% 去年整个出口总额是4463.7亿美金 你这样一算 台积电一家公司就占了台湾出口的一成 由此可见 台积电营收对台湾的出口影响有多大 不过电子零组件9月出口 虽然比去年同期还成长了2.4% 但是如果你看月比 已经几乎快不成长 台积电9月营收月比也衰退了4.5% 尤其9月是出口忘记 照理说有苹果的拉货 还有台币贬值的加持 台积电的月营收还出现衰退 那就可能预告了台积电营收的高峰也过了 台积电第二季法说会用的汇率是29.7 9月台币最低扁到了31.9 这一差差了有7.4% 台积电的新台币营收是有不少的汇兑的增加 如果扣掉这个部分 台积电月营收的月比衰退幅度应该还会更大 另外原本台积电预告明年要调涨金元代工价 但是在传出被苹果拒绝之后 也在传了 灰达也拒绝了 台积电因此也有可能豁免对第三大客户联发科的涨价 那这么一来 对明年台积电营收的成长也相对不利 那至于说台积电第二大客户的超微 10月初发布的第三季的初步财报 预估营收从67亿美金大减到56亿美金 这毛利率也从54%下修到只有50% 如果台积电前三大客户苹果超微联发科的情况都不好 那台积电要好恐怕也不容易吧 那如果台积电营收高峰过了 那整体出口的支柱动摇了 出口一路向下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了嘛 这也反映了为什么国安基金进场也救不了台股的悲情 LINE台湾官方账号现在推出了聊天室冒险闯游戏 带大家睁大眼睛便是常见的投资诈骗手法跟案例 成功闯关的冒险家还可以获得免费的密宝贴图 欢迎成为LINE投资航海冒险家 睁大眼睛贼船勿进了 现在就加入LINE台湾官方账号一起冒险吧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天天带您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LINE 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